新北市推动学生自主学习 这年龄是再往下修 一共是由七所国中 携手组成自主学习实践联盟 从国中阶段开始 就培养学生的自主动学习能力 同步也出版了全国第一本 教师专用的教学指引 从老师还有学生两方面来着手 要让孩子更能够自动自发学习 包括中山国中 张和国中 桃子角国中等七所的新北市学校 共组成自主学习联盟 还特别找来国教院的专家合作 推出了全国第一本 国中生的促进学生自主学习 课堂教学指引 现在是一个资讯爆炸的时代 这么多的庞大资讯 这么多的灵要去学习 孩子具备了自主学习能力以后 我想他未来就不用让我们担心 新北市我们的教育局 跟我们教育研究院 一起合作 不仅倡议自己学习往下延伸 更重要的是去提供很多的资助 尤其是我们这个教学指引 让我们学校的老师可以在 这个协助孩子的过程中 能让我们的学习更好 那最后还是再次的强调 我想现阶段 学习在学校的主体 就是我们的孩子 一切从孩子的角度思考 会让我们的学习越来越好 这本开启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的指引 就好像是武功秘笈一般 以浅显易懂又具有脉络的方式 带领着老师在课堂中引导学生学习 思考等等策略的培养 让学生下意识的将解决问题的能力 变成反射动作 终身学习的能力是我们现在孩子 这一定要具备的 那市长其实上任以后 对教育一直强调两件事 一个是品德 一个是士性 所以士性在我们的教育里面 是非常重要的一环 所以在这一次我们特别提出了 自主学习的这个教学指引 对我们教学现场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108的课章 让课纲在高中有自主学习的课程 可是我们要把它往下延伸到国中阶段 让孩子可以主动学习 学会学习 而且在学习的过程中反思 这个具备的终身学习能力 它可以带着走 坦言正是为了因应108课纲 而设计的引导专书 但是也强调 透过自主学习的启发 未来新北市的孩子 将是具备发现问题 解决问题能力 进一步迎在起跑点的 全能型学生 在这段时间的学习 提前占的建议 这段时间的学习 所以 相信 我们的学习 如果有点学习 �ALK